中国最大的兵团城市新疆石盒子 70年前这里是一片戈壁荒滩 如今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成了它的代名词 发生了什么让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在还中国稀不自驾 在沙湾吃过大盘鸡后来到了石盒子 到了新疆兵团军坎博物馆前边这个广场 这里就是王振将军的雕塑了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王振将军也是担任过中国的副主席 还有国务院副总理 最重要的是曾经在他的积极建议之下呢 设立了新疆军期的建设兵团 所以说这里才会有一尊王振将军的雕塑 其实我觉得石盒子和其他兵团城市一样 他们不是在城市里面搞绿化 我觉得是在绿化里面种一些房子 环境非常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疆兵团的军坎博物馆 不过这个军坎博物馆是关门的 我们专门来的 因为石盒子它是新疆兵团最大的一个城市了 所以说来这里看这个军坎博物馆 应该很有借鉴意义 但是很可惜它关门了 石盒子地处天山北路 70多年前 它只是马纳斯河西岸的一个小驿站 这里只有一条老街和三十几户人家 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 为发展新疆 兵团人要在这里建起一座城市 作为指挥全新疆农场的中心 1950年秋 第二十二兵团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前往 渺无人烟的石盒子 而在到达石盒子后 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在戈壁里植树造林 改变这里恶劣的生态环境 我们现在走在一条林荧小道里 其实在这样茂密的植物周围 你真的很难想象 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漠和遮蔽 石安爱卿曾经在他的师座 《年轻的城》里面说到 我透过这座城市看到了新中国的成长 和其他兵团城市很像的一点是 它的植被覆盖率非常高 我发现这旁边的绿化带 它是有三层的 新疆这边的好多礁地的这种 都是用这种堤罐 蛮多的 它这不是一条 一二三四五 哇这好多啊 就这一片里面好多的 这边真的是为了绿化下力气 从踏进荒原的那一刻起 植树造林就成了兵团人的生存本能 他们要在这片紧挨着沙漠的荒凉土地上 大规模的种植树木 并且需要先种树再修路建坊 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战斗 所有的一切都要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 快速生长 1988年 美国的一颗地球观察卫星 发回了一组图片 人们惊奇地发现 在中国西部广袤的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 居然有一片绿洲向沙漠腹地延伸了近70公里 带着疑惑 来自世界各地的制沙专家不远万里 来到新疆兵团第八师150团 在这里 他们亲眼见证了生命的顽强 认识了一只被称为兵团人的光荣群体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石盒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为发展工业 这里开始兴办工厂 并随着教育 医疗 制造业 商业等的加入 让这片曾经的戈壁荒漠开始焕发生机 移动的建筑拔地而起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高 发展到如今 石盒子的城市规模在新疆早已名列前茅 联合国给了它 人类居住环境改善良好范例的荣誉 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对面这个广场 对可以看到那边是有一个雕塑 像是利刃一样 在这个利刃的一侧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一个军肯第一梨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也就印证着当年的兵团人来到新疆之后 在这边化建为梨 艰苦创业的一种精神 这也是通过这个雕塑呢 说明当时他们的生产条件的坚持 我到过许多地方 属这个城市最年轻 它是这样漂亮 令人一见倾心 不是汉海蜃楼 不是蓬莱仙境 它的一草一木 都有血汗凝成 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 如今我们散步街头 享受着慵懒的午后 是我们的稀松平常 是那一代人憧憬的梦想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区 那是因为我们把车停到这个小区了 我们刚看这个小区它把门开着 也没有杆 应该是不收费吧 这边就是石赫子的小区 刚好带大家看一下 刚刚开车进来的时候 发现它这个城市 是没有特别高的那种住宅楼的 容积率应该都特别低 罗间距 放到内地的话 花园洋方还是算得上的 在新疆这边的居住条件 我觉得都蛮不错 要放到西安 咋不得2万以上 真好心动了 在这儿告一套房 所以说现在目前 真的超级多人来新疆 可以来兵团这边定居 石赫子呢 现在好像是70多万人口 70多万人口 在新疆算是比较大的城市了 而且呢 它作为一个自治区 直辖的县级市 它的城市规模排名 可以排到新疆的前十 所以说可见这边的发展 这边有个称号叫做 均墾第一城 因为这边是 首先开始均墾的地方 物价的话 就是跟内地也差不太多 我觉得都一模一样 没啥区别 再到石赫子时 我们的车子 已经到了需要保养的里程 但是因为时间太晚 保养的店铺已经下班 所以我们决定先前往克拉玛伊 等到了那里再做保养 换不了机油了 我们就离开石赫子前往克拉玛伊了 对 现在快十点了 他们都下班了 他们下班挺早的 十点相当于内地的八点 准备明天到克拉玛伊再换吧 上高速了 这边从石赫子为一条去克拉玛伊的这个进路 就是高速了 不过我们看导航上 它这将近100多公里的路 只要20多块钱 还挺便宜的 今天晚上呢 我们准备还是想睡到服务区 因为服务区它里边的东西真的太好了 享受到了服务区的滋味 哇就是免费吗 哇今天这高速不收费吗 还是哈脸才收 有可能吧 有可能再做一半要收 请奖备25元 请稍后 奖备成功 到达服务区搭好帐篷后 我们拿出来中午剩下的大盘机 虽然风味已经不及刚出锅时 但晚上能加餐 还是领着满足 准备干饭了 我们中午剩的大盘机 晚上接着吃 吃饭之前先洗手 我多按了一下 那次洗手就按了一下 洗手结束 好 接着来就是 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大盘机 我天 谁能想到我们在服务区竟然吃大盘机 如果能热就更好了 其实又一点点稳住 不是很热 哇这个点能看到肉真的太香了 不香了 就是汤汤水水被洗完了 太棒了 温度咋样 已经没有温度了 不过味道还可以 看着就香了 哎呀 今儿也可以吃个大盘 干饭了 咱俩醒来之后发现车炸瓶子了 哎 不是 这咋能炸到这个呢 这个地方 一般好像炸 一般炸瓶子不是都 轮开面上吗 就来在侧面 这刚好要去换机油 看再换机油 把门给来拔个顶 之前是左后楼 这是变成右后楼 因为现在在高速服务区 旁边也没有修车的地方 所以我们准备收拾完洗漱过后 就继续出发 等到了克拉玛伊 在换机油的同时 顺便补胎